美酒加咖啡的組合這兩天火出圈 有咖啡品牌聯合酒企推出了醬香拿鐵 吸引了不少消費者去嘗試 首日的銷售額就突破了一億 陳思濤去看 和大家想像中的不一樣 這款醬香拿鐵就不是直接添加白酒 而是使用了白酒風味的口奶 酒精含量低於0.5度 售價每杯38元 使用優惠券之後 每杯大概19元 大眾是不是能接受到 如果它能接受的話 這東西就是好的 那喝了算不算酒隔的呢 有膠景就建議慎用 雖然酒精含量不高 不過每一個人的體質都不一樣 對酒精的吸收情況亦都不同 所以不能夠簡單 根據飲品當中的含量來換算 在品牌的官方宣傳當中 記者亦都見到上面寫著 不建議駕駛人員飲用 近年來咖啡以及新式茶飲企業 不斷推陳出身 白酒奶茶、白酒冰淇淋 都曾經風迷一時 部分品牌還和知名IP 聯合造營銷推出各種周邊 例如葫蘆蛙、百變小鷹等動漫 周大福、Fendi等時尚品牌 一經推出就引發搶購 成為了一頁本話題 一些很可愛的東西聯名 然後送一些小贈品之類的 我會覺得比較吸引我一點 比如之前那個線條小狗聯名 當時我就因為那個去買了 因為它那個杯墊是線條小狗 中國的新中式茶飲呢 到了2023年 已經處於一個相當內訣的節點 整個行業的同時化也非常高 如何打造差異化的核心競爭力呢 通過聯名 應該來說會取得 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效果 但是聯名的背後 更多的是企業綜合實力的體現 不能把它作為一槌子買賣 它是一個可持續發展的一個戰略 它一定要有體系去支撐 包括了它的創意團隊 它的資源配置 組織架構 人員方方面面 廣州電視記者陳思圖的報導